仍然说的是这个果年送礼 怎么才能送的科兴呢 今天收到我老公最好的礼物就是我儿子 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就是一些英语书籍 我收到最好的礼物就是保温杯 我的闺蜜送我的 我领当病的时候 我对象送我一个北极本 还有几个信封 叫我好好学习 给他写信 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收获 我收到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 我孩子比较孝顺 我们两个刚刚认识的时候吧 我总见他买矿泉水喝 夏天还行 冬天喝矿泉水太凉了 尤其我们女孩子更要爱惜自己身体 因为家里当时比较穷 在上海有一批大学生 他们曾经资助过我 虽然时间过去那么久 但是这件事情嘛 一直在我心里放了20年 五六岁就在一起 一直到上小学 中学 到夏祥 一日到结婚 一日到现在 这时间过得真快 不知不觉我跟着他 已经生活了33年了 23岁就嫁给了我 然后就紧接着就怀孕 生孩子24岁 生了孙大圣 刚出院没多久 孩子还没满院呢 他就入县员又住院 又住了20多天 特别对不起他 没有照顾好他 我希望呢 我们在60岁70岁的时候 还能像现在这样坐在一起 开怀大笑 弟子是上海海运学院 国际金融专业95级 为首的一个哥哥叫徐海勇 真想有一天找到他们 当面给他们说一声谢谢 希望我媳妇能有一个好身体 希望她和我儿子 能够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 祝妈妈永远开心 健健康康 青春永驻 我收到的最暖心的礼物 就是一位观众的鼓励 我记得第一次面对镜头主持节目 节目最后啊 有一段词 我读了好几次都过不了 越是紧张越是出错 可能生活当中我们也发现了 每个人往往越在意件事情的时候呢 却发挥的不如在一个自然的状态当中 更好 这个时候台底下突然有一位阿姨说了一句 小伙子加油啊 那这次有这个机会啊 我也想特别的感谢那位阿姨 爱在出源 有礼一课 健康是给未来最好的礼物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也有像我一样特别想感谢的人 那就赶紧报名我们七鲁频道 新春特别节目 爱在出源 有礼一课 健康是给未来最好的礼物 报名热线 053188881234